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白板上这一个八字 癸友丁士甲午腾生 他的这个网友的提问是说 他的一个桃花运要看什么 很多人会有一个迷思 他只想单纯从本命去判断说 他的所有的一切 跟各位讲并不是 首先我们先把他的一个排列组合先写出来 可以知道天干丁任何 我已剩下一个癸水 地支是吾火四火去克申酉金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 这个八字并没有所谓的财星 所以当这个八字没有财星的时候 你就不用在本命里面 地支苍干来去看看 不需要在五行派 没有所谓的地支苍干 他所看的就是正体的这几个字 也就是十天干跟十二地支 二十二个字 所以既然他的八字里面没有财星 这个财星就必须要从大运流年这边进来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说 假如大运他是种财星 这个八字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好 天干为物 还有一个吉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物回合不行 只有一个吉土可以用 而地支为臣 虚 丑 为臣有合也是无法用 再来一个 五位合也是无法用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的财运出现的时候有六个财 可是实际上能够用的只有吉土 虚土 丑土 也就是说 三个可以用 八字五彩的时候 有个食伤也不错了 也可以谈谈恋爱 所以他的食伤就是在五火跟四火 也就是说 只要五火四火维持的不错 自然他就不会在感情上是挂蛋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 有什么情况会让他的五火四火变差 来一个止水 来一个五位合 来一个四身合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 只要碰到这三个 五火四火都会受伤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桃花运就会比原来的更弱 其他的字不影响的话 他最少还可以到谈恋爱的一种情况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你在本命上里面一直在那边住 看不到财 那我抓地支藏杆 这样子 反正你就是要从你的本命里面 去抓出你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没有就没有 你不用再纠结在本命 你还有大运 你还有流年 更何况 八字本身就是本命加大运加流年的一个批法 不是永远一直在看本命 本命没有用 为什么 只要大运一旦丢上来了 排列组合全部都不一样了 而且你也 只要大运一上来 就不可能再单纯的本命了 因为大运就会一直停留在这里 只是每10年换一次而已 所以各位 你在本命里面打转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而是透过本命去分析 你所要问的这一些事情 到底他的一个可以用的字是哪些 要避开的字是哪些 这样子其实对你才会比较有所帮助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 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